我们第三段要说明的是三角测量的实际运用 接下来我们用意大利比萨斜塔作为三角测量的一个实际例子 请看以下的说明 比萨斜塔从地基到塔顶高58.36米 从地面到塔顶高55米 中楼墙面在地面上的宽度是4.09米 塔顶宽2.48米 目前的倾斜约10%及5.5度 离地基外延2.3米 顶层突出4.5米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解题资讯 换句话说 比萨斜塔从顶楼中楼到地基的距离是55公尺 位于倾斜方向离塔顶45公尺的地面 测得塔顶是54度 要如何求出比萨斜塔的倾斜角度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画一个三角测量图 因为比萨斜塔是从顶楼到地基的距离是55公尺 换句话说 AB线段的长度是55公尺 离塔顶45公尺 换句话说 AC的长度就是45公尺 那么接下来我们测得从C点测得塔顶的阳角 BCA是54度 好,我们接下来开始解题了 已知AB55 AC45 角BCA等于54度 这个三角形就确定下来 那么从塔顶画一条牵直线到地面与低点 各位可以看出来这样的话 BD是垂直地面AC的 那这个倾斜角度呢 我们可以定义成C点 也就是角ABD 就是老师所指的这一个地方 是倾斜角度是C点 换句话说 它跟90度的夹角 跟90度牵直线的夹角AB 在ABD中我们看到 这个直角三角形 由于刚刚我说了 BD是垂直地面的 那么原则上 我们必须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 直角三角形ABD 它们的关系 Cosin C 各位看Cosin C 就会等于AB分之BD AB分之BD 因为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换句话说 斜边就是AB 那么BD是它的底边 那因此BD就可以表成 55乘上Cosin C 为什么呢 因为AB的长度是55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式子 BD会等于AB乘上Cosin C 也就是55乘上Cosin C 接下来Sin C 会等于AB分之AD 那AB是斜边 AD是对边 对C打角来讲 我想我们的C打角 是位在ABD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得到 AD的长度是55的Sin C 接下来我们统整上面结果得到 BD是55Cosin C AD是55Sin C 那我们透过DC等于AC减AD的性质得到45减掉55Sin C 就是DC的长度 那么由于Tenon 54度 在直角三角形 BDC当中 它们有这样的关系 是CD分之BD 也就是45减掉55Sin C 带到CD当中 而BD我们就可以用55Cosin C来带入 得到这样的结果 接下来 我们得到Tenon 54度的关系是这样子 接下来Tenon 54度 我们根据题目给我们的资讯是 查表得到1.376 那这个查表可以透过前面的说明来得到 当然了 我们在每本教科书的后面都附有查表 那么各位可以去查到1.376这个值 接下来我们就把等式的右边填上去 这个等式的右边是经过约分后 也就是说Tenon 54度是 45减55Sin C分之55Cosin C 上下都可以除掉5 会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9减掉11Sin C分之11Cosin C 我们会得到1.376这个值 我们接下来两边平方可以得到 1.8934等于下面这个式子 接下来我们经过化解 我们把cosin C用1减3平方的横等式带入 得到全部的式子都是以sin C所构成的 接下来我们持续再化解 由于式子比较繁复 我们经过整理会得到 350.13平方C减掉374.83C加上32.3等于0 这时候3C可以解出来得到0.0947 当然上述的方程式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通常都会透过电影计算计算方式来加以检验 那么C的答案其实根据查表我们可以得到是5.43度 换句话说就符合我们当初大概倾斜的情况给各位说明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般测量问题 地球半径的估测 以至某小岛塔顶高是H公尺 一个人坐在塔顶A处远望海天交界的B处 他所得到的辅角是C的 那是以这个三角测量方法去估算地球的半径值 解答 我们来看一下如右图 因为OC跟OB都是R 塔高是H 所以有提议之道 从塔顶A俯视海天交界的B处的辅角是C的 此时可视地球相切于B处 各位看一下 好那换句话说ABO就是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我们就知道因为OB跟AB垂直 OB跟AB垂直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性质 也就是DAB这个夹角C的 会等于BOA这个夹角C的 由余玄定义之道 Cosin C的会等于OA OA就是斜边 分之OB 那么就得到R加H分之R 经过运算就可以得到RcosC加HcosC等于R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运算得到RcosC加HcosC等于R 剩1割1ansC加Hcos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